德云社有瓜田 这是一个流言聚集的地方 演员的生活 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 都会被大家评判 芝麻饼说他们都住在里下 瓜田吃瓜的人有观众 也有相声演员 圈内人也是互相吃瓜 有的队长吃玩家的瓜 第五队队长烧饼和第六队队长张赫伦都吃过自家球员的瓜 这些瓜有熟有生 有好有坏 有新有旧 有时可能会自己吃头上 瓜之所以这么多 主要是大家都关注 因为有热有流 以德云社为金字招牌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引起热议和热搜 新一期德云下架后 观众不需要自己找瓜了 云鹤九霄主动爆料 送新瓜给大家品尝 芝麻饼是节目的主持人 他是云子科的老师哥 除了芝麻饼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朱云峰 张赫伦排名第二 代表赫哲科 杨九郎是九字科 派来的小子别无选择 目前 只有一个秦萧贤可以出来录制节目 我的同门坐在一起 无拘无束的聊天 几位来自哥的龙科学家 一开始就谈到了考德云社的过程 秦萧贤考了绕口令 他还唱歌 那时老秦只有十四十五岁 只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被考试 老秦在家做准备 秦于练习绕口令 结果很好 他顺利通过了考试 秦萧贤进入了德云社 进入了忙碌的学习阶段 他上的是戏剧学校 全称是北京戏曲职业学院德云相声班 相当于定向委托 2013年6月27日 星期四下午 这些学生在广德大厦做报告表演 秦凯璇和宋毅一起表演了节目《反七口》 这时 18岁的老秦不仅有了师傅给的新名字秦萧贤 还得到了舞队队长歌 的青睐 后者将他带出青年队 前往舞队 事业渐渐好转 秦萧贤却遭遇了中途离开德云社的境遇 被邵炳寄予厚望的老秦 因为爸爸不同意 他无奈离开了如日中天的德云社和自己热爱的舞台 刚被调出来 表演没几天不说相声了 不能不跟队长打招呼 老秦去跟队长炳哥解释 自己离开舞台的缘由 是他爸爸不让他学这个了 阻力来自瑜伽大人 胳膊拧不过大腿 秦萧贤告别舞台和德云社 遵从家里人的安排 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18岁的富二代 不用为生活和虔诚担忧 按照很多富人家庭的固有模式 大多数家庭都让自己孩子到国外留学 见识更多的风土人情 更多的人合适 学习更多的知识 秦萧贤也理应如此选择 具体去到哪儿上学了呢 秦萧贤跟张赫伦说过 之前小时候在学校 在新加坡上学的时候 妈妈老去看她 求学地点新加坡 怪不得秦萧贤平时爱听一些英文歌曲 舞台上说的很多散装英语 也比一些其他不懂英语的师兄弟们地道 观众肯定想不到 在老秦的生命旅程中 还有着这样一段难得的经历 原来她是一位有着留学经历的留学生 不仅中途离开过德云社 还曾经在新加坡留过学 没让观众等太久 敢巧萧贤这个名字 师父也没领许别人 老秦很幸运 像赫伦这个名字 到张赫伦这里已经倒了三回 2016年11月14号 秦萧贤重新站到了德云社的相声舞台上 一年半之后 他回归了 至此 秦萧贤中途离开德云社后 又回归的大戏完美落幕 兜兜转转又千回百转 青涩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 他找回了让生命发光的一生所爱 那斌酷 沙贤 看 咱缓继继继继继继续